老师讲课 学生认真听讲 不过仔细一看 窗外一片黑漆漆 原来这是桃园国中 在为学校做会考前的最后冲刺 读到十一点 孩子在这边读书读到十一点之后 然后就睡在我们的组合屋里面 在这边睡觉 然后隔天早上由学校来供应早餐 然后学生就继续在我们学校 一整天的上课时间 我们打算学校的老师 就是陪伴着我们的学生 做最后的冲刺 桃园国中附近并没有补习班 多数家长务农 学生课业上遇到困难难以解决 会考前教师陪同冲刺 学生有感课业进步 我之前数学不太好 但是我留下来之后 我数学至少都有达到标准以上 甚至高一点点 父母亲很赞成 因为他们晚上有时候还要忙 然后我们在学校的话 有晚餐可以吃 然后也没有太多 家人也不用太担心 因为我们也是在学校 不会在家出去乱跑 英文跟国文 那你觉得留下来对你好不好 有没有帮助 有帮助 怎么说 就可以让你的课业变得比较好 比较容易找到好的学校 距离会考仅剩不到两周的时间 桃园国中三年级的孩子 晚上继续留在学校挑灯阅读 学长们在最后一里路 继续陪伴学生争取会考的好成绩 女士新闻 穆拉斯 勒格爱 达九 高雄桃园采访报道 下期花 达九 转发 达九 75inst视频 下期花 达九七英俊